轻重毒案又有新的进展 在台中市卫生局的调查之下 发现北屯区的康然中医诊所 也违归使用诛杀 而卫生局已经依照违反医师法 一共裁罚12万元 并要求诊所医师要停诊一个月 而另外九幅中医诊所所开出的内服药 珍珠五宝粉及天皇补薪单 也被检测出重金属不合格 而市长卢宣恩表示 目前市府对此案是设有处理机制 而受害人数也不断增加中 市府也将会协助民众求偿诉讼 由九幅诊所开出的珍珠五宝粉 及天皇补薪单 被台中市卫生局检测出重金属不合格 不应该含有禁用成分诛杀或签单 而除了盛堂跟九幅中医诊所 涉嫌以诛杀助调且重金属超标 卫生局与检浸调更新查出 北屯区康人诊所也被归使用珠砂 遭到开罚并停诊一个月 负责医师张胜韦坦承使用珠砂 致数供患者外用 卫生局依依违违反药事法函送地检署偵办 此外张医师违法使用珠砂 且未详细记载用药内容于病例 依依违反医师法 共裁罚12万元 并要求张医师停诊一个月 静待司法调查 针对宗教签中毒案 台中市长卢宣言表示 设有处理机制 除了严加办理 也会协助民众的药物检验 确证受害的程度 并协助受害民众集体求偿诉讼 跟消极会合作 因为他们有一个集体求偿诉讼的制度 那这个的话消极会 他们是说大概要20个人以上 那目前我们是14个人 但是呢 即使我们是目前为止是14个人 我们也是会一一的协助他们 做法律咨询 那协助他们的这个求偿跟诉讼 结果为止 写中千含量超标人数已经有16人 而卢市长还表示 其他人持续的检验中 如果民众对一律的宗教 都可以送往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来做检验 这点叫爸台中采访不到